欢迎收看106年5月13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罗绍军 明天就是母亲节了 创世基金会 不然让平常辛苦照顾植物人的家属 也能稍作喘息 感受过节氛围 特别和多间企业 在联谈物产馆举办义卖园游会 也帮巨公妈妈庆祝生日 活动现场相当热闹 妈妈们也开心的直说 是个不一样而且有意义的母亲节 艳阳下小朋友擅装打扮 动感舞蹈展现活泼热情 也为创世基金会主办的舞动生命 爱无限公益嘉年华会 揭开欢乐序幕 为了让平常辛苦忙碌的植物人家属 也能稍有喘息空间 感受过节气氛 创世基金会与台湾中油公司 及多间企业 共同在高雄物产馆联谈会馆 邀请植物人家属及弱势家庭 欢度母亲节 我们很多植物人家庭的家属 其实是没有办法好好过一个母亲节的 所以今天呢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 公益嘉年华的场合里面 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 帮植物人家属 然后让大家欢度一个 不一样的母亲节 除了邀请植物人家属到场感受过节氛围 创世基金会也借这个机会 帮服务植物人的义工妈妈们 切蛋糕庆祝生日 场面洋溢满满的温馨气息 帮助我们创世的忙 他在照顾很多植物人 我们创世有三居 我们是在第一居植物人的 所以我们在那里面 每次在那边做工 创世就非常快了 非常快了 这里比较有意义啊 热闹啊 跟各位姐姐们 各位一些有爱心的人 在这里共襄盛举 真的很开心 众食顶着热情的太阳 仍不减参与义卖50多家摊商的爱心 活动场上有吃有玩相当热闹 许多亲子也共同出动响应爱心 而义卖所得也将全数捐作 植物人双轨服务经费 让植物人有更舒适的生活空间 也能减少照顾家属的沉重负担 港东新闻张世民罗绍军 采访报导 卖服装的还有高雄海洋科技大学